十方法界用心报导寺院的动态活动 静岩法师也表示赞叹 一成佛氏住持 静岩法师 称许十方法界卫士 非常用心 平等地报导许多寺院的活动 在这里我们感恩是法界 卫士非常用心 不管是人和一个地方 当中 叔父要开工 叔父要职位 他们都会派记者 派这些摄影座 他跟联名 就是说 他的用心 他是非常平等的一个电台 这电台需要说 我们大家一起来用 所以只要这些佛法 跟我们像音声一样 音声如果在 这些路 传乎方 让很多人 因为这个音声 来得到 来得到快乐 这就是一个佛法团的方法 所以我们希望法界卫士里面 就是说 它代表的情形非常好 所以希望说 我们这些高兴台词 生地色 可以多减的用力 来给我们赞助 保持 像现在摄影座的人 也是说 要来 逢大家的官 要在我们电台 来 逢法 派经 当然 我也是 目情能力有限 也是说 也用我目情的能力 来 给我们法界 赞助 我希望说 我用 抛砖引力的情形 希望大家 来继续 来保持我们 希望法界 我们这个法界 像真真正的 希望法界 可以跟无量无边的人 来得到这个快乐 静言法师表示 佛法透过 十方法界的传播 让佛法如音声般 传到每个众生的额力 能让众生 得到利益与快乐 十方新闻 黄慧如的政博 屏东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助 请不吝点赞助